蔡子強、馬惡和柱姦寧 如果大家關心時政人都經常拜讀他的文章 聽他的評論 在香港可能過去的二三十年來 都是一個評論界的鐘頭底柱 相當之深 但是昨天很特別 蔡子和馬惡就出書 但出完書好像說 收散 要彈出道別 好像風刀一樣 其實在《國安法》出了之後 我已經留意到馬惡已經少了很多評論 甚至乎在最近半年 甚至乎是沒有評論的 而蔡子強也是在明報 較早前宣布不再寫 但是最近陸陸續續間歇見他寫 他昨天有個解釋 他就說 因為有很多年輕的學者不敢寫 因為擔心個人安全 他現在用自己的判斷 告訴年輕的學者 哪些範疇還是安全的 當然這些經驗的傳授是重要的 不過很簡單 年輕的學者 馬惡和蔡子強的時代 只是香港的一個民主政策發展 一個最活躍 和真是一個很開放去討論的時代 儘管到最後 中央仍然是比較上 對問題是很保守 很穩陣 但是那個評論的過程 或者闊度是相當廣的 但是你現在出來的那些 新興的新人 儘管你可能的學問力很高 你學力更加高 但是沒有了社會背景 沒有了自由的空間 你那樣又怕那樣又不能說 所以蔡子強說 我們的時代結束了 都沒有什麼口評 原本作為學者 應該沒有這樣的界線 但是我昨天聽到蔡子強說 他要判斷一下 是給人看一個示範 什麼範疇還是安全 這是一種沒有了免於恐懼的自由的評論 如果是一個客觀的評論 沒有理由是說 找一個安全的範疇評論 就是說有些範圍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不評論 那是不是令到公眾有一個損失呢 公眾的視野是無端端好像收窄了蒙蔽了 當然兩者都在中大 還有長期是研究 不是說順利開學 是研究很多的數據 研究香港的選舉 包括是從過去選舉的模式等等 也是勾劃過去香港民主選舉 可以用什麼方向 能夠符合《基本法》 能夠令到中央放心 也能夠讓香港有更多民主空間 其實他們兩個很努力做一件事 但發覺真的 十多二十年的努力是徒勞無功 所以就要淡出選舉的評論 還有他們兩個人有一個特別地方 都是記者的好朋友 找就行了 因為我自己也和蔡子強合作過 在其他一些媒體上 大家其實在每一場的選舉 無論是立法會選舉 行政長官選舉 與區議會選舉 都期待馬惡和蔡子強 有現場的分析 他直接在選舉中心裡 被人搶來搶去 不是因為他們喜歡說話 而是傳媒喜歡找他們 因為他們是有理有據 是根據數據和過去的經驗 來判斷分析 坦白說每次選舉完之後 我很期待蔡子強 差不多佔半版的數據性的分析文章 我想現在香港 你看很多選舉的數據 或者統計資料 我想蔡子他們在中大那個中心 不是很大 他們儲存分析的數據 可能比政府還全面動讀到 昨天我們也有些感慨 蔡子強說 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然後曾慾成就在 曾慾成說自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但曾慾成是否真的想結束了自己的時代 真的不知道 大家要猜猜 關於柱簡寧 其實我挺喜歡她每個星期一篇長篇的文章 因為從她的背景 她是一個 你說她當不當她是外國人 但她有一個外國人的視野 去看香港的情況 但她又很熟悉香港 最重要的是 柱簡寧是很熟悉政壇中的人 她很多時候跟別人聊天 出席飯局 因為我有時候出席飯局 都跟她同台 她問得很深入 不是在做節目 而是她說 你不是在做節目嗎 這件事是令到 你自己吸收多些不同人的資訊 就知道這個板塊這個圈 這些人是怎樣想的 其實我是某程度上跟她差不多 你腦中都知道我喜歡 一定是這樣 很簡單 你做一個時事評論 你真正特別的時性 你要通透 不是勤力閉門看很多資料 現在有很強的一個穿梭能力 穿梭於左中有不同的光譜 廣結善緣 大家當你是朋友 都願意和你去分析 分享這個信息 但有分尊 不要爆過 但你拿捏那件事 就很懂得 但信得你和你說的 你自己的判斷 你看誰 如果沒有了這些分析 一般來說 聽眾好什麼 好像一個觀眾就坐在那看電影 去評論到電影 真正的一個評論員 你穿梭於台前幕後 後台前台 觀眾席 你都坐在那裡 你這樣才能夠一個立體 看到那幅圖畫是怎樣 當然 無論去馬岳也好 蔡織強也好 柱金陵 當年都有一個很強的政治現象 而郭光英雄都很尊重幾位人兄 與同他一直說 講講自己的看法 講講內幕料給他 自己去整理 真的 因為所謂內幕料 你聽了不同版塊 不同光譜的人說 你真的要自己整理一下 要整理一下 當然是講自己的利益 建制派 難道建制派自己 有時候他們真的會說自己 有什麼問題 不過是建制裏面 其他人的問題 就不是自己的問題 講回歷史 以前李鵬飛在生 傳媒朋友最喜歡找飛哥聊天 吃飯可以寫幾天 他太多資料 但是你知道資料 有些是他的看法 有些是事實 有些是他推測 你怎麼判斷他 說回這個條件下 儲簡寧現在去了紐約 當然他的國際視野 他的閱讀能力是很強 但是隔著重陽去掌握香港 又想想為什麼突然被林鄭一番說話 就激到她說要重出江湖 她說走了不捨 會有什麼玄機呢 過去人們覺得她是一個 超男的評論員 我又不是很覺得她是超男 她是否偏向建制派 我覺得無所謂 我們聽她的其中的觀點來分析 但是她昨天有一個預告 她認為被梁振英做 是比林鄭月娥做的好 這一點 她說稍後她會有文章來評論 是不是自相矛盾 被梁振英做 比林鄭月娥做好 為什麼昨天又批評馮偉剛 誰都知道馮偉剛 就是做過梁振英的新聞統籌專員 會不會打一個呢 其實她從來都打馮偉剛 她根本上覺得是看不起這個人 覺得這樣的水準出來 爬雲爬磨 宿舍了幾十年 穿梭左宗有三屆 就是當年趙嘉年 英治時代出入港督府 真的 她真的出入 很自由 特別是她的英文人 李前這些 是有優勢的 所以這就是媚媚之處 和柱瑾寧再次提點梁振英三次 總共現在這個特首選戰 一定等待大法會選舉 陳安樂定 然後再開打第二場 沒錯 各方面的版圖 各路英雄打各自就位 中央才會去啟動 但很明顯 梁振英或梁振英來說 是不甘心 是蓋棋的 現在表面平靜 很多內幕消息說 其實是招兵賣馬 凝聚力量 政壇有消息說 只不過是不准趕轉 但不准趕轉不等於不准做事 在台下就密密地做 柱瑾寧是不是 因應未來一場的更加大型 我常覺得特首選舉 是香港最高層次的選舉 這個必然 因為選特首 因應特首選舉 甚至乎經濟版塊 經濟上的利益 重新佈局 是必然的 你看看梁振英一上場 某一些大財團 是失勢的 這是政治現實 這就肯定了 政治經濟版塊一定有大搖動 但今年的特首選舉 特別是北京審慎之處 是考慮到很多國際因素 過去香港特首 基本上是國際上的認受性 英文要好 你要代表香港出席很多國際的 這是基本條件 國際認受性 但現在基於一個很嚴重的國際形勢 你每次聽我們就知道 哇 這是新三國時代 歐盟又要第四勢力 我自己記住很多種聯盟 所以北京很審慎 所以高官就說了 等於做了 但下面很多人在做 從來不說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卻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